严承旭回应称期望2018宝宝诞生,林志玲被猜测引婚医孕。 如今谈到严承旭,很快便联想到他与林志玲之间的恋情,之前复合的传闻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严承旭与林志玲的经纪人与朋友在面对记者的提问时也大多躲躲闪闪,与记者猜四米,不否认也不承认,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真的已经有了复合的苗头或者已经复合,而2018年2月春晚表演结束后,严承旭接受采访,记者问到今年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严承旭则一反常态达到,会,也期待小到明寺的诞生,这不禁引发了网友的猜测,难道是林志玲与严承旭已经引婚怀孕了? 在2017年11月的时候,那场吉隆波密会闹得很大,这场跨越15年的世纪大复合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林志玲与严承旭的回答含糊不清,还有导演添油加醋,无法让人不联想到两人及时已经复合的事实。 其实林志玲这么些年一直没有传出什么绯闻,作为众多宅男心中的女神,林志玲肯定不缺人追求,或许在女神心中,一直有个人忘不掉。 在之前电影宣传时,林志玲借助宣传流露出了自己的心声。 严承旭与林志玲复合虽然没有直接承认,但我们从这些蛛丝马迹不难推断出两人绝对不是再次联系上这么简单, 不过网友还是很希望严承旭与林志玲能够复合,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最好的结局。 期待两人的好消息。